日前,又有一列好消息再次传来,究竟在四川省发现了什么宝贵资源? 稀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,最近更成为了热议话题,这一特殊时期下,稀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张王牌,就在近日,稀土再次传来好消息。 潘之花曾以生产铁矿得名铁城,发现大规模繁钛磁铁矿和精致石墨矿,又被称为世界繁钛之都。 日前,据报道称,又在四川省潘之花市发现一座体量巨大的稀土矿,不愧为伏地。 事实上,地球上分布着很多稀土资源,只不过非常分散,矿石金属元素含量较少,和普通石头没有区别。 只有金属含量占比多,也就是品位高的,才被称为稀土矿。 这次发现的品位高达0.3%到0.4%,接近或已达工业边界品位。 但是原稀土矿石也不是真正的稀土,需要经过工艺提炼,此前我国就吃过这个亏。 稀土矿石建卖国外,在高价购买国外加工的稀土制品,直到稀土之父徐光县发明的回流串级萃取工艺,才结束这一局面。 随后很多国家依赖中国稀土工艺,同时其国内的稀土产业被摧毁。 美国防部曾有一份报告显示,美国防工业超过280项产品供应链严重依赖外国,23种关键矿物中具有20种依赖中国出口。 没有中国的稀土,美国的导弹、火箭、战机等项目都要革置。 2010年,中国开始采取措施控制稀土出口,遭到美、日、欧等国的强烈反对。 当时美国就借此开始了让美国稀土产业再次伟大轰轰烈烈的活动。 有400多家美国稀土创业公司挂牌,然而雷声大,雨点小,还是由于大国的冲击,到现在仅剩一家。 到了今天,美国再次发现10年后,美国的稀土产业依然没有任何改变。 于是再次开始了补救措施,与澳大利亚稀土公司莱纳斯合作,建立一座稀土工厂,满世界找稀土资源替代中国稀土。 然而事情并不如美国预想,在马来西亚莱纳斯因开采稀土被当地军民斥责滚出去。 稀土矿容易找,但是找到中国这样提取技术先进,又种类齐全的稀土产业链几乎不可能。 因为这是连美国都求而不得的。